这是一个三吨重的大铁锤 将零下50度的冰块放到下面 机关启动 锤子缓缓下落 哭吃一下 冰块就成了渣渣灰 人们则躲到300米外的铁棚里 再看下慢放镜头 效果更加震撼 随后搬来一块90年的羊木 可仅仅以下 羊木就成了匹柴 下面的部分直接成了粉末 损失最大的是相机玻璃 被飞出的木头撞碎了 不过并不影响他们探索的欲望 又拿来一个崭新的轮胎 放到下面后 也被压成了漏饼 唯一的好处是 轮子还可以转动 随后又拿来一块有机玻璃 不过依旧被砸成了粉末 碎扎飞的到处都是 紧接着搬来一个铁桶 把里面注满开水 加点颜料进去后 启动开关 水桶瞬间喷出五彩霞光 甚至看到了彩虹的光韵 慢放的效果更加精彩 接着拿来两个简阵弹簧 看看能把锤子弹起来吗 结果一锤子下去 锤子还真弹了几下 再一看弹簧 都缠到一起了 弹力瞬间消失 看来必须得换个硬点的东西 于是把黑钥匙放到上面 别看这玩意儿平时很硬 可一锤子下去 也是粉身碎骨的下场 随后拿来一把最安全的锁 看看它是否足够安全 虽然上面的铁环被砸断了 可下面的锁并没有多大变化 总体来说还算不错 为了对得起观众 他们又花费巨资 买了几个二手保险柜 先从最小的开始 紧紧一下 它就成了铁饼 里面竟然连块水泥都没有 随后放下第二个 一阵烟雾过后 这个也没逃过一截 不过质量相对第一个好些 至少里面还有水泥 撬开一看 里面居然还有红包 真是意外之喜 随后又拿来个大点的保险柜 虽然个头很大 可一点都不结实 都是面子工程 接着是另一个 一锤子下去 冒出无数烟雾 这是放了多少土 更惊喜的是 它竟然没有被砸扁 质量真不错 随后又砸了一锤 这次它彻底歇菜了 最后登场的是 三千刀的保险柜 据说比银行的还要结实 果然一锤子下去 它竟然一点事都没有 只在上面留了一点印记 第二锤下去依旧稳如泰山 第三四锤也坚持下来 只是边上有点裂纹 再多试几次 还是没有进展 看来是砸不坏了 于是用插车将保险柜放倒 横过来测试一下 一锤子下去 只留下一点砸痕 把斧头和铁棍放到上面 铁棍瞬间弯曲 可保险柜还是一点事都没有 随后一锤又一锤 经过8864锤后 勉强出现个大坑 如果是你 你会买这种保险柜吗 小伙举起弓箭 对准前面几十个气球后 松开了手 一阵霹雳啪啦声传来 气球全部破裂 这也太刺激了 随后又扔出一根香蕉 结果只弄坏了一个 另一个小伙见状 脱掉袜子 用力扔了出去 却被弹了回来 原来他们参加一场特殊的比赛 在一堆工具中 测试哪个打破的气球最多 第一个小伙抽到了铅笔 只见他举起胳膊 用力一甩 竟然爆了这么多 仔细一数 足足有六个 真是太意外了 第二个小伙抽到了排球 他觉得脚的力气大 用力一踢 没想到只踢爆了两个 到第三个时 被弹了回来 看来只有体积是不行的 随后抽到的是恐龙 这么轻的玩具 顶多能打破一个吧 可用力一扔 竟然打破了两个气球 他非常满意 下一个工具是吸尘器 虽然这个体积大 可根本扔不远 果然只打破了四个 紧接着是一把锤子 小伙认为翻盘的机会到了 可让他失望的是 这次只撞坏了五个 然后是九尺钉耙 别看体积和锋利都有 他只打破了四个气球 效果差强人意 随后抽到的是鱼杆 别看他比较轻 可用力甩出去后 效果非常炸裂 足足打破了八个气球 有点出人意外 接下来小伙拿出一把螺丝钉 只见他扔出去后 噼里啪啦一阵响 差点到了头 数了下竟然打破了十个 下一个抽到两根铁丝 本以为最少能打破五六个 可扔出去后 只坏了一个 而最后剩下一把弓箭 小伙一箭射出 只打破了八个气球 另一个小伙表示不服 也试了下 结果打破了十二个 怎么中间还剩一个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打破气球的诀窍是什么呢 在红酒世界里想要长大 必须接受大酒杯的洗礼 并服从他们的思想和安排 可当一个个往下传承时 没想到酒杯里出现个另类 他体内不仅有高贵的玫瑰红酒 还对周围的雍之俗粉嗤之以鼻 随后找个盖子盖在头上 938号敲了敲他的脑袋 说没有我倒的酒 你是长不大的 可939号理都不理 没办法只好绕过他 去给其他酒杯倒酒 此时后面的酒杯形状越来越多元化 甚至有的在里面加了冰块 经过一番轮回后 他们改变了游戏规则 小酒杯排着队伍一个个向前 可到了585号时 他非常害怕 被后面的酒杯推了过去 大酒杯健壮 伸出手臂在他头上摸了摸 随后倒起了红酒 没想到585号非常抵抗 总是躲来躲去 甚至伸出手盖在头上 这下大酒杯怒了 伸出三根手指 让后面的酒杯按住585号 虽然他拼命挣扎 可红酒还是灌满了他的身体 他摸了摸鼻子后 用力一撑 可令人意外的是 他的身体并没有变大 同伴健壮 撇开大桃牙 不停地嘲笑起来 585号非常生气 用出吃奶的力气拼命一撑 终于变大了 刚要在上面写上编号 可万万没想到 他的身体又变大了两倍 585号低下头 一把钻住大酒杯的脖子 将他拎到空中后 一回头 看了看之前 嘲笑他的酒杯 直接捏碎对方的脑袋 随后抓起另一只 尽管他拼命反抗 却无际于事 下一秒 他就被扔进嘴里 成了小点心 然后倒掉大酒杯中的红酒 把他放到地上后 把自己的红酒倒了进去 对方也迅速变大 结果对方粉笔后 在身上写了个一号 他就成了新的统治者 又开启了新的轮回 这俩酒杯太可恶了 为了当老大 竟然把红酒倒进小弟体内 随后很狠地撞到一起 左边的酒杯瞬间投破血流 另一边则加了一分 随后把93号放回原地 一把抓起94号 第二轮比赛开始 把酒倒入杯子里后 在小酒杯惊恐的表情下 他们狠狠地撞到一起 这次右边的酒杯撞碎了 双方打成了平局 可右边的老大不服气 丑了半天后 抓起一个更结实的 倒满红酒后 开始了第二场比赛 这次左边的失败了 可当再次选小弟时 95号睁大眼睛 伸出双手用力一推 可力气太小 还是被一把抓了过去 刚要往里面倒酒 95号拼命挣扎 可无论怎样都逃不出去 大酒杯健壮 伸出手指把他抬晕后 往里面倒满红酒 可刚要比试时 95号不想成为老大的牺牲品 伸出手臂 一拳将脑袋打碎了 俩大酒杯彻底傻了眼 他们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另一只小酒杯健壮 用力抽出胳膊 握紧拳头后 对着脑袋就是以下 里面的红酒哗哗地流了出来 既然早晚都是破碎的结局 为什么要成为取乐的工具 在这种精神的感染下 他们伸出拳头 纷纷将自己的头打碎 眨眼间一个个都变得残破不堪 他们用这种自残的方式 争取属于自己的自由与尊重 大酒杯健壮非常生气 愤怒地转身离开了 看到这一幕 小酒杯们非常兴奋 可机长庆祝时又发生了意外 左边的手臂被打碎了 后面的酒杯急忙掏出本子 在上面画了个1 新一轮的游戏又开始了 按下红色按钮就能一夜暴富 按下橙色按钮则长命百岁 666号来到机器前 伸出手指 在财富和长寿间选择了财富 下一秒 红色液体流出 快速灌满了酒杯 能量在体内极速膨胀 眨眼间它就变成1米7的大个 先满意足地离开了 接下来是667号 它没那么贪心 只希望能长命百岁 橙色液体花花地流了下来 没过多久就装满了杯子 可它还不满足 又按了两下 这才摇身一变 成了1米8的巨人后走开了 随后668号鬼鬼祟祟走了进来 在房间里四处张望 还用手敲了敲电子屏 见没人阻止 随后转过身 按下了橙色按钮 可转念一想 活得太久没钱了怎么办 于是松开手 又按下红色按钮 这样果然可行 只见它伸出两根手指 同时按下红色和橙色按钮 顿时两股液体流了下来 即便杯子满了 它还想再加点 随后以用力 可身体只大了一点点 于是用出吃奶的力气变身 这次竟然长到三米高 差点撞到房顶 可下一秒 警报响起 不停地闪烁着红光 舱门打开 钻出个探测仪 紧接着从墙里伸出一把大铁锤 另一边也是同样的操作 伸到大腿前 框框就是两下 红色液体瞬间流了出来 没了腿的支撑 它哭斥一下摔到地上 刚喘了一口气 锤子又框框两下 把头砸了个粉碎 手还想挣扎下 也成了碎片 所以做人不要太贪心 只有懂得知足常乐 适可而止 才能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